在美国 主动驾车撞别人的可能是变态杀手 可能是恐怖分子 也可能只是一名特斯拉的空头 2019年4月 兰迪普获地驾驶着一辆白色的本田欧哥 行驶在美国加州880号洲际公路上 他发现前面出现了一辆红色特斯拉Model 3 车上滑稽地竖着一只三脚架 顶部的摄像头正拍着自动驾驶的宣传呆幕 或得尾形其后拿起相机进行拍摄 在静默跟踪了35分钟后 他突然一个加速从侧面撞向这辆Model 3 车里坐着的三个人大惊失色 由于近在咫尺根本来不及反应 幸好Model 3的侧面安全功能启动 一个闪躲避免了碰撞 事发之后马斯克大骂 这疯子距离杀死我的员工只有6英寸 能让马斯克破防的自然不是一般人 霍迪出生于印度 后随父母移民美国 住在离特斯拉加州Freyman工厂不远的地方 他平日裹着头巾 留着浓密的壶茶 尽管表面上只是一名在读研究生 但暗地里他却有一个危险的身份 疯狂看空特斯拉的散户 就在这次事故的两周前 霍迪就潜入Freyman工厂的停车场进行零距离偷拍 被发现后 霍迪同学撞伤一名保安逃之妖妖 可见美国学生动手能力就是强 逼战大杯们只是嘴上嚷嚷着路灯 推特上的大学生已经对资本家动手了 霍迪多年来一直是坚定的特黑 在获取第一手黑料后 会通过一个匿名推特账号曝光 并附上SAT标签 特斯拉退市时的股票代码 这神秘代号背后寓意的已不是单纯的个人杠精行为 而是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做空运动 SAT是推特上一个游律师 医生 飞行员等各种背景的人联合发起的组织 他们唯一的任务是在推特上发布特斯拉的不利消息 图片和影片 进而试图左右特斯拉的股价当然更重要的 是给自己的空头账户上赚点而钱 意高人胆大的SAT经常重拳出击 今天派遣无人机群飞到特斯拉工厂上方拍照揭秘 明天又整理122起特斯拉意外加速事故向交管局举报 更有Eddie VTS查尔茨博士用图表 预测出马斯克的萨洛斯提涉嫌欺诈 并被证实 对马斯克来说 斯拉克像头顶上挥之不去的苍蝇 当然 百战成经的老马也不是擅长 他先是写了一封邮件声称霍帝差点杀死特斯拉员工 但法院其实没有对霍帝定罪 然后让这封邮件不小心被泄露到网上 马上就引来了一群特斯拉铁粉 对霍帝发出人身攻击和死亡威胁 为了保护家人 霍帝留下了最后一条推特 特斯拉的股价是零 马斯克的终点是监狱 现实给了霍帝一个响亮的耳光 他退往后 特斯拉最高上涨20余倍到1.2万亿美元 而马斯克也一度成为世界首富 这条推特更是成了多头和空头的分水力 在之前多头空头互有胜负 在之后空头便开始了血流成河的被碾压之路 火堆只是一个散户 但陪着他一起被碾压的还有众多华尔街大佬 绿光资本的David Allen 超级空头Jim 卡诺斯 自带危机一战成名的Michael Burry 空头界的卧龙奉出香园和浑水 甚至连比尔盖茨都参与其中 最终 他们创造出了美股诞生以来最大的空头火葬场 等到2021年11月 特斯拉见顶并开始真正暴跌的时候 早期的特斯拉空头基本上都已任赔出局 他们只能瞪大双眼看着马斯克式火箭 收推特 睡人妻 把电动车卖到全世界 并一步步成为世界首富和媒体宠儿 问题是那些败下阵来的空头 都是华尔街最聪明的大脑 他们为什么会前仆后继的去迈空被遇为神一样的马斯克 他们真的错了吗 接下来我来讲一下马斯克如何血洗华尔街的故事 一 首战当中盖古屠夫遇上钢铁侠 湘元创始人安德鲁莱福特是第一个缠上特斯拉的著名空头 湘元是一家专门从事做空的投资机构 尤其只有创始人莱福特一名员工 42001年成立以来 湘元做空了超过150家公司 而且作为中盖古的老朋友 湘元曾在6年里狙击了20家中盖古 其中15家跌幅于66% 其家已经退市 特斯拉2010年上市 尽管当时是美国50年来唯一新上市的车企 备受关注 但由于Model S上被量产 在野的分析师也不敢乱吹 因此市值一直在几十亿美金左右徘徊 股价在上市的前两年也不温不火 并未入莱福特这个资深空头的发言 到了2012年 特斯拉推出了售价7万美元起步的Model S 但生产能力跟不上 每个星期一度只能生产十辆电动车 在最危急的时候 特斯拉账面资金不足以撑过一个月 濒临绝望的马斯克打算以60亿美元价格 把特斯拉建卖给谷歌 在交易接近达成时 特斯拉2013年一季度靠着全员卖车 竟然奇迹般的盈利1100万美元 随后股价在一年内筐涨了5倍 马斯克趁机用增发来缓解了资金问题 谷歌收购自然不了了之 这种妖股般的表现 被债王刚德拉克形容有宗教般的感觉 空头就喜欢这种无厘头上涨 2013年9月莱福特发文做空特斯拉 所谓的做空 就是空头事先介入公司的股票 在股价暴跌后买回便宜的股票还给出界人 赚取差价 为了让公司更快陷入困境 莱福特通常会提前发布做空报告 击溃市场的信心 莱福特的看空报告 简单总结 从产品看 以Model S的价格 用户无法接受 连遮阳板都没有的简陋内事 从竞争格局说 奔驰推出了全新阿西混动 老牌车企反攻在即 同时特斯拉研发费用低于同行 没有理由说它是一支科技股 而不按汽车股来估值 莱福特在报告里写道 要是奔驰里装了60个车载电脑 能变成一个科技公司吗 在湘元眼中 最不能理解的是 分析师把特斯拉当成新的苹果 苹果推出iPhone时 股价既没有飙升至5000亿美元 是盈率也从未超过25倍 而特斯拉的是盈率高达220倍 苹果产品销往全球 毛利有60% 特斯拉龟缩在加州造车 除了补贴就是赔钱 莱福特的报告 道出了市场对特斯拉的最大分歧 特斯拉股价的毛到底是什么 是按10倍的汽车股来估 还是按100倍的互联网股来估 这个问题将一直困扰着投资者 并造成了特斯拉股价的大起大落 涨的时候疯狂追捧 甚至参考SDI公司的估值 跌的时候则恨不得 砸到丰田通用的水平 香园报告发出后 特斯拉两个月跌去了近40% 莱福特首站告捷 事后来看 这只是香园和特斯拉的长期斗争的开始 而且两者的缘分还超越了投资 延伸到了八卦和伦理层面 安德鲁莱福特和妻子在2008年离婚 前妻分掉了他一半的家产 而且后来嫁给了特斯拉早期投资人 阿伦骚算 阿伦在硅谷湾区已擅长搞别墅 轰帕出名 在特斯拉的股份至少值23亿美元 但经过前妻的设计 莱福特除了赡养费 每个月还要付给前妻的现任账付 18000美元的房租 只是因为他俩的孩子 在新家居住超过50%的时间 简直比汪小菲还惨 安德鲁莱福特努尔起诉之余 也卯足了劲跟特斯拉杠上了 幸运的是他身边的战友越来越多 虽然经过了短暂下跌 但特斯拉的股价在2014年和2015年继续上涨 看不懂特斯拉估值方式的投资者越来越多 不少就加入了空头的阵营 另一方面 由于Model S中产量 在2015年已经上升到了1000多量 特斯拉的影响力由科技圈逐渐向大众圈扩散 拥有越来越多的死忠粉丝 因此特斯拉周围的多空力量 与日俱增 既让特斯拉近身为超级牛股 也它成为美股被做空做多的股票 2016年新一轮做空风暴开始酝酿 另一个重量级空头吉姆查诺斯加入了牌桌 二 掉血 告急的产能 镜像的安然 不同于相缘的网红人设 吉姆查诺斯背景深厚 是美国总统拜登背后的金主之一 2001年 查诺斯揭露了安然的财务造假 逼迫安然CEO在监狱里度过24年 一战成名 2008年金融海啸 他通过做空赚取了44%的收益 鼎盛时管理规模高达70亿美元 在金融时报的笔下 他被誉为做空界的勒布朗詹姆斯 尽管在预测中国房地产崩盘上屡次翻车 但查诺斯在过去35年里依靠做空策略 将他的旗舰基金年化收益做到了22% 这种变态回报惹来嫉恨者无数 人们形容他头上长着两只脚 并传播着美毒 而如今 他的触角伸向了特斯拉 2015年秋季 查诺斯低调做空特斯拉 查诺斯观点非常明确 人们投资的不是特斯拉 而是马斯克本人 换句话说 特斯拉根本不是能够长期盈利的汽车制造商 而是围绕马斯克建立的个人崇拜 一年后 特斯拉以26亿美元收购光复公司SolarCity 这加深了查诺斯的做空信念 在收购前 查诺斯就做空过SolarCity 那时被他一波打掉12%的股价 他非常了解这家光复公司的吞金兽属性 合并后 每一季度将至少消耗特斯拉10亿美元的现金流 而且SolarCity的两个创始人是马斯克的表哥 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场先富带动后富的大型利益 查诺斯认为这会导致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 结果正如他所预测的 收购不到八个月 表哥们就宣布离职 大手笔的收购本来就一令家里接不开锅 更可怕的是马斯克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他看到一个完全自动化的未来超级工厂 外表像一艘外星战舰 面积有100个足球场那么大 梦醒时分 马斯克兴奋地召开会议 宣布要让机器生产机器 一联盟的高管们并不知道这个梦会是特斯拉产能地域的开始 马斯克首先让反对的高管集体毕业 然后大刀阔斧地开设Model三全自动化产线 再加上内华达超级电池工厂建设 特斯拉迎来了一轮更凶猛的烧钱模式 事与愿违 让机器人学习打螺丝本就需要一个过程 这导致后来生产的电池报废率高达40% 汽车的FE一次出厂率只有14% 大大拖延了Model三的交付 此时在扎诺斯眼里 特斯拉身上漏洞百出 现金流高级 产能问题 专利纠纷 百年老牌车企反击 造车新势力追赶 政府补贴接近上线 业务涌杂不够聚焦等等 最后查诺斯的空头仓位越积越多 可谓是万事俱备 就等下跌了 但在2017年 特斯拉反倒涨了44% 华尔街空军损失合计40亿美元 扎诺斯仍然泰然自若 我不在乎他是30美元 200美元还是300美元 那简直毫无意义 特斯拉股票已文不值 扎诺斯的损失的确很有限 在他的持仓里 做多配比190% 做空配比90% 简言之 做多靠被动指数投资 做空依靠主动的财务挖掘 做多的部分 为查诺斯的做空提供了保护 所以即便马斯克真的占领了火星 他也不至于业绩归零 相反 空头对特斯拉的判断开始逐渐兑现 2017年7月 特斯拉妈的三下线 马斯克的目标是2017年Q3生产1500辆 但最终只生产了260辆 特斯拉开始进入最痛苦的产能地域时期 Q3的财报更是遭遇了史上最大单忌妒亏损 马斯克把越来越多的东西装进了自己的盘子 但世界却并没有按照他的速度运转 在理想与现实的挣扎中 他逐渐走向自己人生的至暗时刻 3 夹击当你的头顶被绿光照耀 2018年空头组织 塞派遣无人机飞到FIRMAN的工厂上空 拍下了混乱的一幕 镜头里看不到整洁的车间 反而是工人们早穿皮奥五穿沙 顶着帐篷造特斯拉的荒诞场景 一座巨大的帐篷横在场距离 烈日下大风扇来回摆动 而比中暑更操弹的是PM2.5爆表 工人时不时还能闻到北加州山火肆虐飘来的烟味 此时特斯拉深陷产能地域的泥潭 距离2018年周产5000辆Model 3的承诺越来越远 为了保交付 马斯克只能在工厂停车场上临时建立了 占地两个半足球场的巨大帐篷 其实是旅结构 24小时吃喝拉撒都在帐篷里 为了监工甚至打起了地铺 但坏消息不绝于耳 3月一辆Model X使用自动驾驶功能时发生车祸 司机送医后不止 月底特斯拉又召回了12.3万辆Model S 占其总销量的80% 而根据彭博的测算 按照特斯拉每分钟烧掉6500美元的速度 特斯拉9月前就会破产 重压之下 马斯克性情大变 在采访时抽大骂 大骂营救泰国洞穴被困小球队的英雄为恋通痞 空头不给喘息机会 2018年4月做空者开始加仓 直到7月 特斯拉的空头头寸仪占其流通股的27.5% 一副想吞下马斯克的架势 更危难的是 一条更难对付的资本鲨鱼 纹着血腥味赶来绿光资本的创始人 大卫埃因霍温 大卫埃因霍温身上的标签很多亿万符 对冲基金大佬 华尔街一线帅哥 是借级扑克高手 曾在2012年世界扑克大赛中排名第三 在罪恶之城拉斯维加斯老虎机的交响约下 总能浮现埃因霍温那张练好莱坞女星尖叫的帅脸 埃因霍温自诩为多空价值投资者 大部分资金其实都是用来做多 但真正让他在华尔街扬名立万的 却是做空 经典案例包括雷曼兄弟 绿山咖啡以及奈飞 他后来把自己做空的丰功伪迹汇聚成了一本书空头之王 绿光资本自1996年以来 取得了年化15.4%的恐怖回报率 他曾这样形容自己与巴菲特的区别 如果我是棒球手 我不会每次都打出拳来打 但只要看到球迎面而来 我会毫不犹豫用尽力气将他击出场外毫无疑问 2018年他认为奄奄一息的马斯克就是那颗飞来的球 相比于秃顶的莱福特和老麦的扎诺斯 潇洒多金的爱因霍温是马斯克更喜欢的敌人类型 两人很快就在推特上掐了起来 2018年5月 马斯克推特高调向空头们喊话 本世纪最大的燃烧空头行动即将到来 火焰喷射器即将抵达现场 靠着强制员工6成12小时加班的帐篷生产线 马斯克再次大力出奇迹 特斯拉在2018年6月末奇迹般达成了5031辆Mod3的周产量 在推动交付的同时又踩了4000名员工控制成本 第三季度最终实现盈利 长出一口气的马斯克立刻给霍温送去一箱短裤 有座空和短裤双重事宜 第二天爱因霍温在推特上晒出了照片 短裤已收到 但貌似质量一般言语里讽刺马斯克不择手段的追赶产能目标 而忽略安全环节的检测 图片 为了将消灭空头一网打尽 马斯克宣告私有化特斯拉 当天股价直接拉涨11% 吓得特斯拉粉头木头姐亲笔收信价值4000美元的特斯拉 以420美元私有化这样不合适 但马斯克可不这么想 420美元象征4月20日大马节 这轮风火系诸侯一度被媒体解读为取悦吸毒女友 看热闹不嫌是大的香园 此时跳出来向美国证监会 SCC举报马斯克操纵股价 17天的私有化闹剧戛然而止 SCC以欺诈罪起诉马斯克 当晚特斯拉暴跌13% 除了被罚款2000万 马斯克还辞去了董事长一直三年 在他的采访中 马斯克回忆起这一幕 这些混蛋 这就像拿枪指着孩子的头 我被迫向SCC认输在马斯克大骂 SCC市卖空者支付委员会的第二天 霍温介事在季报中把特斯拉比作雷曼 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说 比如威胁卖空者 拒绝筹集资金 甚至回购股票 公开将私有化 几个月后 当管理层的鲁莽行为导致破产时 股东 债权人 员工和全球经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逐渐的 特斯拉从产能地域走向交付地域 随着2019年QE交付 环比大跌30%亿 特斯拉的问题也集中爆发 譬如划痕凹痕 屏幕发泽 方向盘一响等等 埃因霍温在致股东的信中嘲笑 车都快散架了 连轮子都在往下掉 2019年5月 在索恩投资大会 乌鸦鸦的对冲基金经理们面前 埃因霍温指着幻灯片上 马斯克皱眉的照片形容 这是马分紧接着 霍温写信特斯拉应收账管造假 当看到特斯拉18个月里 共有40名高管理职 埃因霍温的好牌友查诺斯 也不留情面地 把特斯拉类比自己曾经屠杀的安然 并赠予最大的空头仓位主攻 空头的进攻虽然猛烈 但是他们的情绪开始逐渐紧张起来 因为Model 3已被证明很受消费者欢迎 只要解决产能问题就能大卖 湘元甚至刚向ICC举报完马斯克 回头就发了一篇唱多特斯拉的报告 删起自己的脸来比谁都狠 时间并不站在空头这一边 做空的交易成本通常都高于做多 因霍温和扎诺斯这些空头只想速战速决 可是这场较量的性质 一渐渐从闪电站质变为持久站 从金融站上升为舆论站 甚至在马斯克的挑逗下加入了很多个人感情色彩 最终压倒空头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远在太平洋对面 他们可能没怎么听说过的地方 临港 4.血席对冲基金的500亿大败局 2019年10月特斯拉上海工厂终于投产 股价在四个交易日里涨了30% 空头们迎来了一波血洗 马斯克不会放过任何隔应对手的机会 他又给爱因霍温系了一箱内裤 然后敲起键盘冷嘲热讽 亲爱的爱因霍温先生 考虑到特斯拉Q3的成功让您蒙受损失 您希望在投资者面前挽回脸面是可以理解的 特别是因为您的业绩已经连续几年下滑 管理规模从150亿美元急剧下降至50亿最后 马斯克还邀请爱因霍温参观特斯拉的工厂 爱因霍温只能咬着牙接受 并试图通过翻旧账来找回厂子 绿光资本与特斯拉最核心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从创立之年便为投资者产生真实的利润 但特斯拉却录得十多个年度的亏损到了2019年底 股价的持续暴涨和马斯克的四处跳动 让一众血压升高的华尔街明星站在了特斯拉的对立面上 当然根据价值投资派亏得越多 持有越坚定的普遍心理原则 股价暴涨也意味着做空者的空间更大 比如2019年四季度特斯拉暴涨近80% 反过来看 对空头也意味着涨出了44%的价值空间 所以即使上海临港的超级工厂已经开始爆产了 全球消费者开始排队购买特斯拉 浑水创始人卡森布洛克仍然试图向媒体放狠话来影响股价 特斯拉就像一架靠烧钱做燃料的跑车 它正在马斯克的驾驶下冲向失控的边缘阵容有多猛 亏得就有多狠 随着上海工厂打破产能瓶颈 自动驾驶源源领先同行 以及由它收费的F AS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汽车行业 特斯拉真的变成了空头们原本不敢想象的撕个轮子的苹果 估值打开了天花板 2020年 特斯拉空头的损失达到惊人的380亿美元 仅在8月份空头就赔了70亿美元 创造了历史 对空头的碾压是胜利 让马斯克心情大好 顺便给SCC系了一箱金边亮红断面的内裤 2020年12月 特斯拉市值涨破6000亿美元 等于丰田的三倍同时超过世界前九大车企市值总和 之前的空头阵营基本上被瓦解 但仍然有新的做空者加入进来 比如电影《大空头》的人物原型麦克尔巴里 麦克尔波尔 巴里宣布做空特斯拉的2020年底 的确是一个更具性价比的做空时点 它做空的出发点 其实还是特斯拉到底是科技股还是汽车股 这个老生常谈的分歧 巴里认为在汽车行业整体是销率只有0.35倍的情况下 特斯拉的18倍是销率显然不合理 不过他也发现了新的依据卖车的毛利率提升 不是上海模式带来的成本优化 而是依靠出售碳排放积分 随着碳排抵免的政策中止 特斯拉盈利会变得疲软 于是巴里趁着标普500能入特斯拉上涨的时机 逐渐增加做空头寸 截至2021年6月底 巴里的对冲基金赛恩资本持有了110万张堪跌期权价值7.31亿美元 以及23.55万张木头截RTTF砍跌期权木头截重仓特斯拉 是马斯克最狂热的华尔街粉丝 结果特斯拉股票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翻倍 损失惨重的巴里几乎在最高点附近轻掉了对特斯拉的砍跌期权 马斯克不忘连夜送温暖 在推特上称巴里为坏掉的中 被羞辱的巴里随即注销了自己的推特账号 作为空头阵营的最后一棵稻草 巴里的折戟给这场跨度 接近十年的多空牢战画上了半个句号 到了2022年 空头们期待的特斯拉膝盖展终于发生 特斯拉市值跌幅近70% 空头盈利超过150亿美元 这个数字看似巨大 但跟2020到2021年两年做空亏损的510亿美元相差甚远 甚至不少大空头倒在了黎明之前 至于马斯克则把精力越来越多的投入到拯救腿特这个深坑里 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给特斯拉的空头赠送内裤和嘲讽 让围观者少了很多乐趣 而那些在2022年赚到钱的空头 也变得小心翼翼紧以言慎行 生怕被再次打脸 成为特斯拉的空头并非一世相原创始人来福特的总结很有代表性 这是一场痛苦的交易 无 细数特斯拉的空头 除了个别的 各门派基本上都重兵投入围剿 正所谓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 但被炼成神功的教主打得丢亏卸甲 狼狈下山之后还被官府美联储 用石箱软金伞加息一网打进活桌了 简直就是一部电动车版的倚天屠龙剂 有人在美国之湖口而上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成为盖茨 乔布斯或者马斯克 马斯克的前妻这样回答 极度的成功来自极端的性格 以及其他很多方面做出的牺牲 这些人与社会格格不入 通常会被认为是怪胎 因此他们被迫以一种不同群长 且极具挑战性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 历史从来没有赐予过人类一个完美的天才 所有的伟大人物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陷 几乎没有几个利得 利公又利眼的圣人 但人类文明的进步 离不开这些怪胎的推动 平心而论 中国社会对商业英雄的容忍度也很高 无论是满嘴火车 还是贪污入狱 还是桃色事件 只要在商业上成功 就绝对不乏崇拜者 甚至连贾跃亭都能再三的拿到再骗一次的机会 但另一方面 国内的企业家一旦被做空 又会严重的缺乏安全感 自己一边收拾细软 一边沉默应对 昔日的支持者通常也不敢多言 导致舆论很容易一边倒 跟风落井下石者不计其数 反观美国的这位马老师 被资本市场围攻 被监管机构调查 被政府高官点名 被大V诅咒进监狱 被用户维权 被小包造谣 被黑分跟踪 被媒体上纲上线 但绝不提前退休 并热衷每天跟敌人兑现 这种安全感 是美国能够持续诞生 颠覆式创新的一部分原因 别的国家很难学 恐怕也学不来